Tiffani 劉敏尼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ffani 劉敏尼 Welcome to my channel Roots & Knuckles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我在家裡 如何通省渠 或者如何清理你的省渠 非常之非常之重要 因為你們知道我們中國人 我們吃很多麵包、飯、粉 那類的東西 很多時候你都會不小心 把你的粉和食物 沖到省渠 沖到省渠也不是一個問題 但它慢慢會結成一個 好像plado 有這樣的東西 就會慢慢失去你的省渠 而且省渠也很重要 你一定要保持你的省渠 非常之乾淨 如果你有時會覺得很大的味道 就因為很多你吃的東西 或者去不了 出不了去的 那慢慢那些 發的毛 都會慢慢 開始你嗅到 而且你會吸到的空氣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 這叫做沒有化學物質 的一個很自然的一個 recipe 去通省渠 和清理你的省渠 你只需要兩樣東西 你真的很容易 白醋 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白醋 在你家裡 因為白醋 我在家裡我會自己做很多 去清潔桌子 或者清潔你的廁所 有很多東西我都會用白醋 和梳打粉 這兩樣東西 我在家裡買很多 因為其實我很多東西都會用 梳打粉 和白醋 這兩個是比較自然的 沒有化學物質 所以我很喜歡用它們 特別因為我自己有小朋友 我不想吸的空氣 或者我擦的地方 有這麼多化學物質的東西 所以今天我會和大家 去分享一下我這個小 tips 其實這個很重要的 我每個月都會用 去清理和清潔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知道我的 一定要去我的blog ROOTSANDNUCKLES.COM 或者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那你就會看到我很多 自己在家裡做的 這些自然的食物 OK OK 大家 不如我們快點去 教你們 如何做通坑渠和清理坑渠的 Recipe OK Let's go 非常非常容易 OK Recipe 就是 一個杯的梳打粉 一杯白醋 很簡單 現在我會把我的梳打粉 放一杯 之後再放白醋 然後我們會等20分鐘 把白醋和baking soda 慢慢融化在坑渠裡的東西 那20分鐘之後 我就會倒 大概四杯的 醃滾水 在我的坑渠裡 清理坑渠 那好了 我現在給大家看 好了 首先我們會放大概 一杯 的梳打粉 在坑渠裡 那記住 如果你們 其實那個坑渠已經是濕濕的 你們可以 所以這個步驟可以試大概兩至三次 但最重要就是每個月 你都會去清理和清潔你的坑渠 那我現在就會把梳打粉 倒在坑渠裡 好了 現在另外一個杯 我就會倒大概一杯的白醋 把一杯的白醋 那我就會直接放在坑渠裡 記住 你會大概等二十至三十分鐘 如果你真的覺得好像很大的味道 那你就會長久一點 那這個白醋 跟baking soda 即是梳打粉 一起來 就會 就會好像一個氣水一樣 就會把那些bubble 把你的坑渠的邊 把油 都會清理 然後把白醋 倒進去 你們會看到的 還有呢 其實有一個小提示 就是 記得千萬 特別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吃很多飯 或者有時候有些很油的食物 千萬不要把油 牛油 或者食物 去放在坑渠裡 因為其實 我很久以前 八年前 有個通坑渠 下來跟我說 你坑渠裡 很多 一個瓶 好像飯球 在坑渠裡 就是因為 我們把飯 或者麵 都放進坑渠裡 慢慢就會 造成了 好像 Play Doh 的東西 就會塞住坑渠 所以千萬 要買一個 這些 這些 東西 去 把你的飯 或者你的食物 全部放在垃圾桶 千萬不要放進坑渠裡 我也是 因為我自己也有個 所以 它可以攪爛食物 才沖進去 其實都不太好 所以 我們今天 就會把我們的坑渠 洗得乾乾淨淨 沒有臭味 什麼都沒有 好了 我現在等了20分鐘 我們就會把 我們這些 很熱的 滾熱的水 倒進坑渠裡 再去 洗 清潔 還有 沒有臭味 好 好 現在等了20分鐘 或者30分鐘 我們現在就會 倒一些很熱的水 去清潔 還有 將 那些 醋 和梳打粉 融化 將全部的 髒的油漬 油 推進坑渠裡 大家 今天看到我的影片 我和你們分享一下 怎樣 通坑渠 和怎樣 清理 和 把坑渠 清理 清潔 希望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但記住 你們可以上我的網 Root of Knuckles.com 或者你們可以 訂閱我的頻道 那你就會看到我很多 和大家分享的 我自己的小小的家居 如何去清理 你的家 清潔 如果你們喜歡 種植的東西 我自己都很種植 很多 蔬菜 或者怎樣養雞 和鴨 我亦都 有很多影片 將來會 跟大家分享 怎樣去養雞 和養鴨 YES 我有20隻 20隻 雞和2隻 鴨 大家將來會 看到很多影片 我怎樣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喜歡的影片 記得 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 如果你們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按讚和留言 多謝大家看我的影片 下次和大家再見 拜拜